大家好我是钱包包 泡面应该人人都吃过吧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专门料理泡面的机器 我忍不住买下来了 185 外加泡面43 日本转换器129 我还买错了 煮个泡面要用这么大的转换器 329 所以这个329 这个129 这个82 总共加起来是683 这个泡面好贵啊 因为我以前开箱过很多日本产品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烧坏了 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让我去用一个转接口 或者悲哀器什么的 反正就让日本电器能在国内使用 不被烧坏 谢谢你们 让我们来小心翼翼的开箱吧 开拓了 这才是我们要开箱的 这上面也有明确的步骤 教会你如何使用这个泡面机 还有一本灰色使用说明书 一本彩色使用说明书 包装上也有说明书 太贴心了 这个炒面机的样子 特别像隔壁的那个炒冰机 在街上 按下开关 它只有这么一个开关 首先先倒水 这里还有一个放水的刻度线 普通泡面是放220升 超大泡面放300毫升 我的是超大升 放满吧 这样我们等水烧开就行 然后把泡面放进去就可以了 不要浪费 约一分钟后就可以翻转它了 反正右边温度要比左边要高 右边已经烧开了 但是左边还没有烧开 可以开始放酱汁了 香味一下子出来了 像很像那种晚上的街边小摊 那种炒米线炒面的那种师傅 看看可不可以吃了 最后还要放一点海苔包 它白白的那个好像是胡椒粉 搬 用机器做出来的感觉确实要比用水泡 然后自己搬来好像要好很多 但是感觉也没有好很多 感觉不就是那个GTA版的章鱼小丸子的那个机器吗 只不过形状不太一样 而已啊 你好像在家用平底锅也能这样做 不管了先来吃一口 如果好吃的话我就给它好评 怎么说也是花了182的尝一口 那就是拌面啊 你要硬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确实这泡面会好吃一些 要比国内的一些泡面要好吃 拌面 但是我吃过不是用这个机器做出来的面 感觉好像差不多 你要硬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就是这个面 它不像那种直接拌那么的湿 更接近炒面吧 但是一尝这个面的口感还是泡面 而且这个炒面机只支持他们公司的那种普通管泡面 超大管泡面 不支持我们这个超大胜 所以我也不知道水有没有放多或放少 感觉用这个机器炒出来的面 确实要好吃那么一丢丢 一丢丢 一丢丢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个炒面机只支持他们家公司的普通管和超大款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炒面机 就必须要购买他们家的泡面 这就和自家产品绑定在一起了 哇怎么那么聪明他们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让一个不知情的人来猜猜这个机器的价格 看看它尝进去的这口面值不值这个机器的价格呢 你来尝一下吧 怎么样 你猜猜这个炒面机的价格多少 和泡沙没区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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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